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偷偷亲吻女主 女主很久不理太友 无奈太友在图书馆堵住女主表达歉意 随后大叔感到步步紧逼 为了躲避大叔 两人紧紧贴身在书架之中 又是深情依稳 装库男则是把一些新应品放入宰成的书包 这样校门口守候多时的大叔抓到 当然也免不了责罚 回到家躺在床上的宰成 想象着一银女主的画面 让她对女主更加渴望 在图书馆宰成借由帮女主按摩肩部 女主还让宰成帮忙吸扣子 这一幕又被大叔发现及时制止 可谁知道宰成的丁丁一直变大 没办法她只靠各种求一问要 放学后 女主又开车在宰成回家 这一幕恰巧被大叔骑摩托车路过 见车上女主低下头在宰成当步坐着什么 其实女主是把宰成咬断线头 图书馆门外 女主不知和谁说了些男人寻味的话语 让宰成幻想成女主是被人捆绑的蜘蛛猎物 在身体测量时 一个调皮的同学脱下了宰成的裤子 当然大家全都看到这一幕 心情郁闷的宰成在栏杆上摔了下来 被女主姐姐就带回了家里 给宰成涂抹药膏时 大叔就在窗外 他以为宰成和女主发生了关系 而庄库男居然送钉子内裤给女主 还偷偷地问女主是否穿了没有 遭到女主无言地拒绝 女主顺口说出让他考到90分就会同意约会 于是学渣庄库男黑白颠档努力学习 终于考到理想分输 但女主还是以推车为借口逃离的他 不依不挠的庄库男一直追逐 大叔在听了电台DJ的怂恿 粗暴地向女主表达爱意 结果一不小心扯下了女主的裙子 还被校长一行人撞见 一记不成便在努力的庄库男 在女主的饮料中下了迷药 可是女主却因为着急上台 并没有喝下去 终于到了表演热舞的时候 载成太友 庄库男都和女主天面辣舞 大叔心生恨意 做女主绯闻宣传单早要生事 这些都不能让大叔以泄心头之恨 只有暴力惩罚几人 心得阿老师出手相助 女主大声斥责众人才得以结局 原来那天载成吐到地下的一些污秽 女主蹲在地上擦地 载成和她抢 在窗外就形成了叠影 此时大叔就在楼下看到了这一幕 而大叔一直苦苦追寻的苦鸳鸯其实是安老师和长发女老师 庄库男下迷药的那瓶饮料被安老师喝了下去 随后按耐不住身体的洪荒之力和长发女老师啪啪啪了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